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是藤山的 母亲是山东的 是唐东的混血 事情是这样的 我哥们吧 他有点小癖好 他喜欢打麻将 你知道吧 我哥们有点小癖好 他喜欢打麻将 有一天呢 他就出去打麻将去 然后后半夜回来呢 他媳妇就跟他干起来了 就装了起来了 就操了起来了 他媳妇就说 那臭娘大爷 臭娘大爷 臭娘大爷啊 这日子能不能过来 能不能过来 你又去哪儿扫了起来 你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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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告诉告诉我 家里那爹你要不要了 那爹爹那草心的都要脚脖子了 你倒是缠缠的 你倒是处处 你敢骂起来 你敢骂起来啊 哎 然后我哥们躺啥呢 那你看老爷们嘛 那谁还没点脾气 是不是 然后就跟我哥们他媳妇俩跳过去来了 哎 然后我哥们就说了 啊 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还得跟你说一声呗 那我就想跟你啊 那腿脏在我身上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还用跟你说吗 那麽成还得让我跟你说 喜今个面 重新走音 然后俩人操作 俩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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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哥们就说 我就无情 我就冷苦 我就无力去哪儿 然后我 然后我哥们他媳妇一气之下就跑了 哎 就出去上外头干活去了 说这日子跟你过不下去了 我出去干活去 我离开你 我远离你的生活 然后就走了 然后过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呢 然后就说说我哥们他媳妇给我哥们发了一段短信 然后我哥们就过来找我 妈呀 你给我看看 你看看你嫂子走了这么多天 给我发了这么一个短信 这我也不明白呀 你给我看看是咋回事 然后我听我看看吧 万一没准是我嫂子 就是过来气劲了 想给我哥一个台阶下 让他过去接大姐是不是 然后我说我看看吧 哎呦呗 这一看 哈哈哈哈下次宝宝了 哎呀好好好下次宝宝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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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的内容是这样的 老公老公 我在广东 生活挺好 还挺轻松 一天五百 就耿个儿 几声 什么哭啊你 这是个什么哭啊你 耿个儿 几声 然后这一天我就跟我哥们说了 我说哥们 我说你死心吧 说咋的了 我说你还没看出来吗 耿个儿 几声 大姑娘卖的那个大姑娘浪 打的个儿 老公 哈哈哈哈 其实我跟你说的话 我先于说 我仔细想啊 大爷这年头 大爷不能操我 可不吗 大爷确实不能操 这年头要操大爷 大爷直接脾气上来就 就给你装那个 就给你装那个 就是笑喘或者气管言 就散不来气 哎 你大爷不仅舒服了 大爷还能能额你一笔 大爷这个挺好 哎 感谢我人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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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给我刷这个小棒棒 感谢我人生哥 人生哥微步有目共睹 妈妈搭 人生哥 你知道吗 人生哥 人生哥 你是那么的英俊潇洒 你是那么的英俊潇洒 你是那么的高尚情操 你是那么的风流倜傥 欲速临风 你是那么的 你是 就没词了 想想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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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侶 让我解锁下orable 一辆.... 你像你一般一样的明眼啊 你是 我的咐的大嘴唇的 大嘴唇的让我 谁在我夜里 不尽之光 没有错 人生哥 你是 我的情侶 摸摸大test 这写和你了 送给你一个超级美丽大摸摸 阿拉雷 哈喽哈喽